原标题 众所周知,宋江本为官府小吏,拿着不错的俸禄,有着尚狠的地位,偶尔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,逐渐在江湖上小有名气,仁宋绰号呼宝义,其时余,多读几遍水浒传,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,那些梁山好汉在感情上大多都很佛系,仿佛对异性不感兴趣,心中只有兄弟情义。 宋江原本取颜婆媳为情,尽管颜婆媳称不上倾国倾城,却也算是美女,要长相有长相,要身材有身材,但是,宋江压根不喜欢她,甚至在成亲当晚,让她独守空房。 再说武松,帅气逼人武功了得,有情有义,爱增分明,却几乎没考虑过结婚之事,甚至让人有些怀疑,武松心里是不是有问题。 提到比较好色的梁山好汉,许多人都会想到挨脚骨王英,这哥们身材短小,跟武大郎有一天,满肚子哗哗肠子。 原本有份正经工作,是一位车夫,帮别人用马车用货,跟现代的物流行业差不多,但王英没有职业道德,把顾客的东西截走,占为己有,为躲避官府抓捕跑到青丰山,游手好险,以大家结社为生。 王英人丑却想得美,作为爱挫穷的她,看到美女就走不动,有色心也有色胆,曾把刘高的妻子抢来。 投奔梁山之后,王英的好色之心丝毫未改,攻打住家庄时,王英遇到了护三娘,主动请求出战,并非为了取胜,而是打算用武艺征服护三娘。 然而记不如人,偷几步成十把米,几个回合就被护三娘生刑,丢人丢到家了。 展开全文后来护三娘被林冲活捉,宋江居然把她嫁给王英,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 每当看到此处,都替护三娘抱不平,王英根本配不上她,恨不得抓住王英暴打一顿,然后把护三娘解救出来。 王英好色是出了名的,但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好色,为得到一女子,竟不择手段把别人灭门,他就是董平。 董平,乃梁山马军武武将之一,书中称,他有外夫不当之勇,擅长使用双枪,跟武代十国大将王燕章颇为相似。 董平比王英帅气多,相貌堂堂英俊潇洒,能文能武精通音律,工作也很不错,在东平府做兵马兜间,以他的条件,想娶到老婆并不难,但董平眼光太高,看上了太守成万里的千金。 想必程小姐肯定很漂亮,要不然,董平也不会如此痴迷于他。 董平胆子挺大,直接到太守家里提琴,接连被拒绝好多次。 董平心里很生气,感觉自己如此优秀,跟程小姐甚是般配,恨不得跟程万里翻脸,只是她是个记仇且理性之人,把这笔账记在心里,找机会再一起算。 程万里虽然拒绝董平的提琴,并没有把她怎么样,毕竟,还要靠董平镇守东平府。 当宋江带人工打东平府时,董平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,趁热打铁,再次向程小姐提琴,董平的意图很明显,如果程万里不同意,她就撂挑的不干。 反正东平府又不是她家的,一旦失守,最着急的是太守程万里。 老监俱华的程万里,深知董平的用意,她对董平说,带着退了贼兵,保护城池无事,那时一亲,亦未未完。 既没有答应,也没有拒绝,让董平先打败城外的敌军,然后再考虑此事。 为了报得美人归,董平只好出城迎敌,结果众计被火捉,加上被宋江一番忽悠,乖乖归顺,并且理应外合拿下东平府。 董平二话不说,直奔太守程万里家中,书中写道,成破之时,董平竟奔私牙,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,霸占这女儿。 虽说成万里人品不怎么样,杀了也活该,但他的家人很无辜,董平贵私愤,除了霸占了程小姐之外,把程家一家老小都杀了,其做法比王晶还可恨。 即使如此,身为老大的宋江也没责怪他,可见宋江的人品也有问题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